大家好,我是Dominie 今次這條影片就讓大家了解一下 其中一種流體藝術的製作過程 在開始前,我會用皺紋膠紙貼上畫背四邊 這樣做就是為了保護畫背 不會令顏料滲到後面,令畫背髒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怎樣開顏料 我接下來會拍一條影片專門說這件事 首先我會用白色做底色 我們要把顏料平均覆蓋在畫板上 其中我們可以用一些負載工具 例如我會用蛋糕刀填補未有顏料的地方 然後用火槍,令表面的氣泡爆破 然後我們就可以上顏色 再用風筒隨心吹出自己喜歡的紋理 大家可以看到乾了的時候 感覺上比較啞身和粗糙一點 但不要緊急 其實我們還未完成 還有一個步驟要做,就是落亮光漆 亮光漆是具有保護層和裝飾層的作用 令作品更加有立體感 一般我們要落兩至三層 而每一層都要等大概三小時才乾透 我們上亮光漆的時候 必須向同一個方向去掃 以及不要過度去掃同一個位置 第一層乾了,就看到已經有少少光澤了 現在就要上第二層 方法也是跟剛才一樣 把亮光漆平均覆蓋在每一個角落 記得不要上漏了邊位 以及上的時候,力度要輕手一點 等第二層都乾了,就可以正式完成了 現在表面上就會看到有凹凸感 這些凹凸的感覺 就是調配顏料的時候 不同比例做出來的效果 好了,今次分享到這裡 記得讚好和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讓我看見面 Cat Lun Sang Cat Lun Sang Cat Cat Cat